今天清晨兩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有發佈台湖警報 到災訪應變中心 除了聽取各個分組裡面的報告之外 也跟比較重要的幾個 可能會受到陰之災影響的縣市政府 讓消防單位來聯絡 但是我們有提到說 第一個 雨會很大 然後這個颱風向西來修正 所以有可能是從南部 比如高雄或屏東的地方往上 所以有可能會因為土石流 不知大會有爆炸或是強風 或者是這樣的狀況 會影響到災情 所以特別提醒 尤其是在山區 有可能有硬是災的部分 都要提前準備 也因應這兩天 我們領導地區有很多觀光客 或是其他商業活動的人 在交通運輸方面 如果未來兩三天 雨大或是風強的話 會影響到交通運輸 請相關的縣市政府可以提醒他們 如果未來的行程 有一些狀況的話 可能今天剛好有這個半天的時間 可以提早明開這些相關的抑制在地區